怪不得输通好几次都输通不了 原来掉了这个 这是幼儿园的一个登坑 上次也输通了好几次 弹簧输通进去了 水也下去了 然后水停了 然后再放水 他水又堵住了 反反复复的 估计输通了有几十次了 老师会这样 你看 现在水流不下去 我们又弹簧一打 水很快就流下去了 但是呢 我们现在再冲个水 看 这下水又能流下去 然后我们给它拔掉 给它水停一下 好 然后我们再冲 看 看到没有 水现在就流不下去了 看到没有 水就很快的就慢上来 每次都是这样 反反复复的 反反复复的 今天呢 我就忍他 给这个登坑 开个孔 看看你们到底掉了什么东西啊 好 我们现在是用 二五的开孔器 在登坑的这个位置 给它开个孔 我们要看看 到底这个 登坑里面掉了什么东西 疏通了好几次都疏通不了 用这个玻璃开孔器 开孔的时候 一定要边 给转头 沾水 变开啊 如果不沾水的话 不给钻头 叫什么 降温的话 这个吃饭头 很容易就烧坏了 有可能一个孔没打完 就烧坏了啊 大家一定要注意 我们不要怕麻烦 慢慢打啊 这个打的时候也要注意 千万给开孔的 那个小瓷块 给它掉到下水管道里 我们开的时候要注意 要留一节瓷 连在一起 等一下呢 再用螺丝刀 给它翘出来 尽量不要让这个小瓷片掉到下水管道了啊 如果掉到下水管道了 要紧都不要紧 但是呢 最好不要掉啊 因为我们等一下还有用 好 现在开的差不多了 我们给这边再开一点 留一节 留一节 好 现在呢 孔子开好了啊 然后我们找一个小一支螺丝刀 插在开开的这个缝里面一翘 看看啊 轻轻的一翘 哈 这个孔就开开了 原来这个里面掉了这个东西 看 这个可能是小朋友喝奶茶呀 或者是什么东西 包装袋啊 透明的盖子 你看 怪不得边打 水打通了 它又盖上了 水打通了又盖上了 今天终于给你取出来了啊 煎这钱给它夹出来 看看 就是这个什么塑料盖子 你看 打了我几十次都疏通不了 今天给它开开了啊 就没问题了啊 好 看 现在充水 这个水很快就流下去了啊 是不是 所以就是马桶和眼睛差不多 一点沙子都不能有 有一点沙子马桶都不吞唱 如果眼睛里有点沙子就不舒服 好 然后我们给这个小盖子用钳子给它夹的让到垃圾桶里面啊 然后呢 下一步呢 我们还有个重要的工作 就要给这个孔啊 给它补起来 我们先用餐巾纸给开好的孔这个地方水给它擦干啊 好 然后我们给我比划一下 调个角度 调个角度呢 让这个小石片掉不下去的角度啊 然后我们现在呢 再次给这个水这个小孔的周围水擦干 然后我们调好角度 别让这个小石片掉下去啊 因为刚刚开的话 有肯定有角度是掉不下去的角度 如果掉下去了就麻烦了啊 好 我确定好了 瓷片的角度 然后我们给这个地方 开孔的这个地方打上玻璃胶啊 我呢 现在是用的是透明的玻璃胶 如果要用瓷白的补这个豆 那效果会更好啊 然后我们今天是透明的啊 透明的防水性好就是难看了一点 好 我们给这个开下来瓷片给装到开孔的那个地方 给它压住 调平了啊 千万不要掉下去了 我这个孔开的有点大是傲伍的 好 好 我们给这个小石片给它装好 好 小石片装好了 然后下一步呢 我们给那个小石片的口啊 边缘 再打上透明玻璃胶给它填满 好 玻璃胶打好了 然后我们等一下呢 找个小工具 给打的玻璃胶 就是透明的玻璃胶不是应该是吐起来的啊 然后我们找个刮刀给吐起来的玻璃胶给它挂平 我现在用的是小铲刀 一小铲刀 这样一铲一推 啊 玻璃胶就平了啊 如果这个是 磁白的玻璃胶 这个马桶修出来 基本上看不到 但是呢 用透明的看中间这个缝是可以看得到的啊 但是胶一干是非常完美的啊 对吧 。 看看